三年前你买房子的时候 四年前你买房子的时候 街上店告诉你可以借多少钱 七成八成不是吗 结果现在交入了之后 糟了 还有只有三成的 四成啦 五成啦 那以前是通常管制六都 顶多到七都嘛 现在是全国通通管了 所以价格的松动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之前 这个情况会比较危险 因为上半年都是涨的嘛 上半年都是涨的 大家记得上半年去看房 有没有 集体看屋 有没有 立刻要下定 否则呢 就会这个 没有没有办法买到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应该就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关 又来到操盘社的秘密咯 我们在今天好好来聊一聊 在央行出手之后 现在房地产界说 这一波叫做金融海啸 哇 到底有多惨呢 同时啊 据说这次央行出手之后 让房地产业界非常非常重要的 928党企业挂掉了 真的挂掉了吗 邀请到的是 太平戴维斯研究部资深协理 丁文珍 文珍 郑姐好 顺敏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 央行这一波又出了重拳 对 出了重拳 被称为是地表上最强的大房策略 其实你看7月份之后呢 房地产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逆转 因为8月传出现代令 我记得传出现代令那个时候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卓奎还出来讲说没有现代令这回事 明明就有啊 只是没有白纸黑字而已 那么到920央行寄出 第7波信用管制之后 金融海啸就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谈 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市场的反应到底如何 我们要来检验这一波的 第7波信用管制 也就是大炒房策略 到底有没有对市场造成影响 西敏大哥 是 如果说以我们看到央行 9月19号开完那个记者会 9209号开始 很多民众很多业界的人士都觉得说 惨了惨了惨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组合拳打下来这样子 那大家本来也是在预期 刚才我们关提到了 那个房贷之乱 房贷令 房线贷令 已经让市场上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骚动了 甚至有些人真的也出现要贷款 有那个延后 或是拍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已经越来越严重 我们本来也预期 本来8月最近蛮惨的 对 所以我们本来预期说 央行应该会暗兵不动 那如果要动的话 大概跟6月份一样 再来调升存款准备率一码这样子 那没想到它出的是一个组合权 它也有调升存存率 对 存存率也是在调的 可是对于自然人名价有房子的 这个第一户购物就不能有宽限期 那如果是你是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的话 最高层数降为5成 而且是全国适用 因为6月份的时候是六都加新竹县市 那可是我们总裁事实上 我觉得他的眼线也蛮多的 他也发现了就是说 我们这些管控的地方 不能有比较多的贷款 那资金就往那些 没有被管控的地方来走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一波的房市的景气大多头 蛋白区涨得比蛋黄区还要来得高 甚至有些地方涨得都会 我们讲的台里讲的 无天无量 大家都觉得说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房价 家义涨翻 对很多地方真的像我们彰化也是一样 那种地方可能过去我们都 一二十年都觉得说 反正就是上半年涨风了 房价不会涨他就出手了这样子 那所以呢第二户这部分 影响也会蛮大的 好所以第二户有影响 然后第三户更惨 我跟你讲第三户的贷款 将到只剩下三成 所以这一波的组合权 确实是打得又抹又重 但我们回来讲 到底市场怎么做反应呢 到底谁是这一波所谓的金融海啸 最惨的受灾户 我先来问一下文贞 据说中介也很惨是不是 房仲 房仲应该是真的蛮辛苦的 所以你们现在 因为你们第一线在面对客户 这个来客数量也好 或者是交易量真的出现大幅度萎缩吗 原则上我觉得现在的买方 经过了前一阵子的现代 到现在这个总裁的这个组合权之后 其实都蛮敏锐的 中介也蛮敏锐的 今天如果你上门一个客人 很快的想要 想要就是想要出这个出价的时候 其实你都还会担心一下 他就是你钱准备好了没 因为说实在 对中介来讲 就是你借得到钱吗 签约之后 其实才是开始 才开始是你劳心劳力的开始 签约就是当天的开心而已 因为到最后如果真的这个买方 他在贷款上面真的碰到问题 虽然这个买卖合约上面 都写得很清楚 谁应该怎么样的负责 可是中介呢 事实上在中间 一定都会担任这个协商的 其实现在有一个新的条款 就是说现在买卖双方在签约的时候 可以注明 如果在多久的时间内 真的借不到钱的话 合约是可以解约的 那就是要加单数 对 据说现在开始有这种单数了 那以前是这样 如果你时间到了 没有办法付款 那么你就要被没收定金吗 卖方可能就不跟你签了 你这个资金看起来有所疑虑 那可能不是够力的买方 那我再等下一组买方 因为我是说以前 就是通常不会有这种单数 所以以前通常就是 你时间到了 你没有办法如期交钱 你的定金就被没收了 那么现在不是因为 现在大家都知道很难借钱 所以据说现在呢 很多房仲有一个新的条款 是如果在多久多久之内 你没有办法借到钱 就是银行的贷款 真的向不来的话 那就无条件买方 大家接受可以卖方和买方 双方都无条件接受可以解约 据说呢现在大部分的卖方 也会接受了 因为卖方知道 就是这么艰困没办法 你也不能怪他 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谈到 就是房仲 房仲是海啸第一排 很惨 我看到媒体说 现在房仲据说少则跌 25%多则甚至跌到3-4% 没行李 你是说那个店面吗 店面的业绩 现在的那个仲介的电数 加速已经来到一个历史性高点了 9000多家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历史上的 大家从来没看过的 那如果说这个大饼 变加那么多 这个部分还要带观察 因为毕竟这一颗子弹 才飞过来没多久 还是我们来看成交量看得出来 因为房仲是靠什么吃饭 靠量吃饭 因为只要有卖有卖 有交易 他们就有生意做 但是从成交量来看 确实受到蛮大的影响 是 这个是最新的 五都 本来应该是六都 可是这一次好像听说 高雄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他们放假了 还来不及 最舒适出不来 还没有来 好我们这已经到了 统计到最新九月份了 对 那我们看到 如果说以这个月增率来看的话 好像只有台中市 稍微有稳定持平在那个地方 大部分都是衰退 而且是衰退了 快要两个月数字这样子 它像台北市 11.8%的衰退 桃园市更是到达 18.4%的一个衰退 台南市也不知道哪里 也有11.8%的衰退 如果高雄市也发布出来 我们的研判 应该也可会是 十几个%的一个衰退 应该也是衰退 对 那可是跟年增率比较起来的话 倒是还相对比较好看一点点 有衰退的也有增加的 那最主要是去年8月1号开始实施新清安 有些在机器上面可能稍微有些地方拉起来的这样子 那没有的话有些地方 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增长的这个空间这样子 所以呢 非常明显的是MOMR就是约增率呢 除了台中撑住之外呢 全面的其他的都会区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那么衰退最大的是桃园 对不对 刚新民大革有谈到桃园就衰退了将近有两位数 18.4% 那么有两位数的还包括台北市 台南也都出现两位数的衰退 那么因为台风的关系 高雄的数字没有进来 那我们预期应该也是衰退的 所以非常明显在8月份传出现代令 9月份特别是920 央行寄出组合拳打房之后呢 就造成了成交量明显衰退了 那么因为它是920之后 所以我在想10月份还是会明显的看到这个数字衰退 对不对 所以第四季应该不太妙了 10月份11月份可能会都更加明显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 央行出众手到底谁是很惨很惨的受灾户呢 我们刚刚谈到金龙海啸的第一排是房仲 因为量一缩之后房仲马上受到冲击了 好金龙海啸第一排包括什么呢 预售物也蛮惨的 对预售物的话 因为前一阵子真的预售物的买气 真的成长的太多了 事实上那个价格在很多地方 包括刚刚也提到的这个苗栗啊 嘉义啊这些区域 其实房价的涨幅都非常的非常的快 那所以过往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些地方有涨 其实也无可厚非啦 第一个央行的政策 本来它就要6度加1之外 资金就会往里面跑 第二个因为这些地区 他们的这个政策力多 或者是说产业力多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们回来这一次最主要是 让你借不到钱 或者是你成数降低 那我们想一下 在三年前你买房子的时候 四年前你买房子的时候 建商店告诉你可以借多少钱 七成八成不是吗 结果现在交入了之后糟了 还有只有三成的 四成啦 五成啦 那以前是通常管制6度 顶多到7度嘛 现在是全国通通管了 那么刚刚新闻大哥也谈到 因为蛋白区涨很多 所以其实蛋白区的交易力 还蛮大的哦 你不要小看蛋白区 所以我们刚谈到海啸第一派 除了房仲之外就是预售屋 特别是那个即将交入的预售屋 我知道价钱涨很多 但是关键是在 我借不了那么多钱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那哪些人是受灾户呢 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房仲业者之外呢 金融海啸的第一派还包挂 突然之间呢 被降了乘数 而且即将要交入的 这些买预售屋的人 我们想象一下 在三年前他买的时候 经常跟他说什么 也可以借七成八成 对不对 结果过了三年之后 突然 哇这个乘数大降之外 利率还大升 所以确实很惨 对不对 熙明大哥 是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很多人 搞不好下个月就要叫屋了 他马上面临到就说 怎么只剩五成 如果他又是总价比较高的 那种所谓的豪宅等级 他剩下三成 等于说跟当初的落差 有将近50%的落差 他怎么能够去找到 这些资金来 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统计数据 就提到了 今年一到七月份 合发的这种使用执照 表示说他看今年内 使照就是即将要交入的 那这个统计里面看出来 台中市 他的这个使照发出的 户数最多 有14722户 那其次是桃园市 也是12192户 新北市也不妨多让 也有1817户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些地方 他未来相对的卖压 会比较沉重 如果这些人 他没办法在这个短时间内 筹策出来这些所谓的资金的缺口 他可能就要不是抛售 就是对建商收回去 那这样的一个市场卖压 就会越来越像滚水球一样 越来越大这样子 但是观众别用你的福利来了 怎么样才能够借到钱呢 因为这一次央行管制 其实针对首购 或者你名下只有一户的 它的管制没有那么严格 只是你没有宽限期 但乘数没有管制那么严格 所以就有人说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夫妻呢 看看谁名下没有房子 或者是你名下没有在贷款的房子 那就把那个房子换到他的名下 他说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一波的 第七波信用管制的限制 这一招可以吗 新闻大哥 这个当然就是说 现在市场上 大家就有在探讨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所以有些人就会开玩笑说 是不是鼓励大家去离婚 或是怎么样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名下没有房子 都没有房贷 你看如果你名下没有房贷的 你就有宽限期 对不对 然后你还可以用手购 你还可以用心情安 那贷款乘数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管制 你看它还是在八成嘛 所以你只要是名下都没有房贷的 那其实 这个都OK啊 对啊 一直都OK 所以本来是老公名字就换老婆 本来是老婆名字就换老公 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一波 选择新信用管制的限制 就是帮大家解决一下 那个借钱的烦恼 好房王 hold to be 房价表 看看邻居卖多少 立即下载好房王买屋APP 那么文贞我们也来谈一下 所以你可以听到 或者看到很多真的差距很大的 购物者 他们现在真的借不到钱 他们怎么去解决 他们目前的困境呢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这些购物者来讲 事实上要叫他们真的直接 立刻去解阅 其实内心也还是很痛的嘛 对不对 因为过往其实房价 如果你预售屋三年前买到现在 其实他的涨幅是蛮惊人的 至少很多地区 应该至少涨三成以上都有了 所以他因为涨那么多 还舍不得解决 其实会舍不得 而且大家现在普遍房间都在讲说 那最好是建商立刻跟你讲说 交屋没有任何谈判条件 你解决了之后这个房子 建商可以收回来 反正你原本你赚了三成 现在混成建商 应该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 目前应该大家还是希望以拖待变 因为毕竟央行总裁的这个组合权 第一拳打出来之后 市场的反应真的是都反应太痛了 而且短期之内 银行看起来 这个所谓的现代力 跟银行水位这件事情 无解的状况就是什么 你也许到明年 都还在组合权的重极之下 所以这个民间的反应 我觉得那个声音 反应的声浪 其实最近应该会越来越高 但是我在新闻上有看到一个实例 有一个网友破他的例子 他说他就是这种情况 他就是买了预售屋 然后到交屋的时候 建商告诉他的成数 跟他原本预期的成数差距非常的大 那他就跟建商说 那我要另外去找银行借钱 因为我搞不好你的银行借不到 或者你银行不愿意借我自己可以想办法 但建商就不同意 就是说他不能拖过多久的时间 那因为现在找银行贷款的时间会拖很长 就算你自己找到 愿意给你比较高成数的银行 可能要至少拖三个月 那就会超过那个时间 所以建商就说这样不行 我要把房子收回去 或者我要跟你收罚款 或收违约金 那么我在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 据说他有提供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他们说他们开始进入所谓的调解 进入调解 他说调解的时候可以稍微拖一下时间 所以我在想最近这种纠纷会蛮多的 就是我交务的时候才发现 当初你这样跟我讲 可是我现在真的接不到 那对建商来讲那也不能怪他 但是你确实在当初销售的时候 细时单单告诉我没问题吗 所以这样的纠纷 我认为最近已经会有很多这样的纠纷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类的人更惨 我们刚刚都在讨论预售屋 如果你是买城屋的 你在9月18号那天你签了约 然后9月19号公布了之后 20号立刻生效 你就立刻落入了这个所谓 第七波选择新信用管制的范围 而且呢你可能房价还没有涨 所以我觉得城屋市场其实虽然他没有像预售屋是整批的银行可能集中的压力比较大 可是其实城屋市场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些买房其实他们受到的影响 其实也不亚于这些城屋的要叫屋的人 好城屋就是那个920之前买的 然后钱还没有带下来的 然后尴尬的那群人也是受宅户的 我听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是很离谱的 这也是城屋的一个交易 就是说有一个卖方 他委托仲介公司卖这个房子这样子 然后买方也很喜欢很快就签约了 后来呢也是面临到 这个买方也是有第二屋的问题 所以他就不想买 可是后来他知道 那个卖方已经先买了一个房子了 所以他这一户不卖的话 他根本没有办法抽抽资金出来这样子 去换屋组 对然后买方就主张说你违约 你不卖我你就违约 所以要反而是买方跟卖方主张违约金这样子 买方跟卖方主张违约金 因为他等于是 你要補账这个买方赶快买这个房子 好所以现在确实有蛮多纠纷的 我们刚刚谈到受灾户还包括什么 这个可能观众朋友没有留意到 还有一群也是受灾户 叫做准豪宅户 准豪宅户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贷款限缩的额度有可能一降 降50% 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金融风暴的受灾户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第二户 那就是荒芜组 那成熟降低的 那些都是降20% 10%的 那最惨的就是我们刚刚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准豪宅户 这怎么回事啊 据说这跟建价有关对不对 对 实际上豪宅从2012年开始 我们的彭总裁就已经对他下了一个罪眼的紧箍咒这样子 就是说豪宅不应该贷款的层数那么多 因为之前不是传出地宝有所谓的贷款9成9的 所以2012年开始我们的彭总裁就寄出的豪宅限贷令这样子 所以它的层数一直在下降 这一波又降到了三成 可是像阿关你提到 就是说实际上有些人 比如说在台中买一个算是已经快接近豪宅 因为台中的豪宅在央行的标准里面是4000万 我们就有一个例子 如果他在两三年前买预售物的时候 买的是3700万好了 3700万或3800万这样子 可是这三年之后像文宸提到了 有些涨了三成以上甚至涨了不止三成这样 借价要超过4000吗 4000了 所以他本来可以带八成的 现在只能带三成 那一下差五成 对 这些人真的是陶末在修这样 不晓得怎么办这样子 所以他绝对是会是最大的受灾户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受灾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本来在打房之前 金融风暴之前 也许他可以接七到八成 在买预售物的时候 他也以为自己可以接七到八成 但没想到 松重打击 什么叫松重打击 一方面不小心 你过了4000万的豪宅警戒线 所以当你变豪宅的时候 你就已经先被降了 然后金融风暴之后 央行这次组合群又降了 所以双重打击之后 贷款限缩可能直到三成 那一件降了四成到五成 对 那就真的很惨 很惨 很惨 所以受灾户蛮多的 好 受灾户还有谁呢 就是928 这一次928要推案的街上 也是受灾户 这次928到底有多惨 这次928党期原本大家希望延续上半年这个预售屋的买期 上半年大家记得排队玩销 锁盘 这个事情是在预售市场常听到的 那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最近在新闻上面常常看到 预售屋的暗场可能一个礼拜 只有来屋族以下的一个客户 所以等于是说预售屋的买期是直接整个急动 那这其实对于建商来讲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大家知道上半年 他们其实买了很多地 上半年到去年下半年开始 建商发现这个住宅市场买期很旺 特别是预售市场 因为这个贷款 投期款的一个压力比较低 然后所以积极的买地 积极的要推案 一直想说这个买期会延烧到今年的下半年 特别是如果还可以接上这个所谓的全球降息 这个风潮之下这个预售屋看起来就更诱人了 就没想到因为这个 这个现在新的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一下掐的太紧 我想蛮多的这个所谓的预售屋的建商 他们原本手里面打的算盘 应该都有蛮明显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也有建商讲 跑出来讲说 他们接下来预售屋要调整策略 要延后推或者是部分采取一些新建后售的策略 那甚至有些建商说 我们现在重心就要跑去做这个联合开发 或是公办度更案这类型的案件 可能要调整一下过往 就是全部都是推这种住宅的一个方向 我看到媒体报导说 有新推案 一个礼拜只卖掉一户 蛮惨的耶 928档期 对因为我们讲的这个预售屋市场 就是上半年下半年一个档期 而且928档是很大的档期 928档一个档 因为我们在年底之前 大家都会有那个购物的旺季 所以基本上业者的期待值一定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看到928档期本来 如果说以591的统计 大概有将近可能如果推的话 也是有将近几千亿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 也算是历史的一个新高纪录 可是现在呢 可能业者必须要先hold住一下 再听看听 看看到底这个已经推出的来人状况如何 然后再来销售状况如何 如果说都不如预期的话 他们可能会先把这部分的案子先搁置 据说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案子 好几个场子已经在延后了 最近推其实声音也不好 然后又要养一大堆人 又要打广告 所以据说已经有些场子已经是延后了 第一个动作他们会抽广告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时候打广告 然后没有无效的广告这样子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不只是预售屋 还有一个是法人购买住宅这一部分 他政府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漏洞给他堵住了 就是因为本来内政部推出的平均纪录条例 已经限制了法人购买住宅 那现在又把这个贷款成熟降到闪称 等于是双重的打击这样子 恰得更紧 恰得更紧 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第七破选的信用管制 推出之后市场的售宅户真的蛮多的 从房仲到预售 即将交屋的预售屋 以及城屋 已经签约的城屋 那么包括九二八档期 以及所谓的准豪宅 哎呀真的是惨惨惨 非常惨 但是我们回来谈价的部分 那会跌吗 量已经缩了很明显 在价的部分会跌吗 我们先来看最新的数字 当然这是统计到七月份还不太准 因为央行推出是在九二零 所以到七月当然还是涨 那后续在九二零之后会跌吗 稳真你们现在感受到市场有开始有 因为你在第一线 有没有客户或者是卖方 这个价格开始松动 在住宅市场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会开始松动 因为就是前一波非常热络的买期 突然急缩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卖方都会感受到 就是不太妙 而且呢可能呢 你错过这一个买方之后 下一个买方不见得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所以价格的松动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年底之前 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 因为上半年都是涨的嘛 上半年都是涨的 那接下来的情况 其实对买家真的是比较有利 大家记得上半年去看房 有没有集体看屋 有没有立刻要下定 否则呢就会这个没有没有办法买到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应该就是完全的是一个买方市场啦 不过对于买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苛 因为现在的现代令的影响 还有这个选择信心有管制 现金为王这件事情 大家真的是朗朗上口 可是真的要能够做到现金为王这几个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啦 那我们如果往前看 之前前一波的这个房市修正 当然是2014年到2016年 那时候的这个房地合一税的时候 是这一波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修正 那那时候的修正时间的大概差不多两年左右 在14年到16年正式上路的时候 其实民众的开始的那个购屋啊 然后追价啊就开始慢慢的萎缩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前一波的一个房市修正的时候 其实房价是有跌到10%以上 所以我们对应到今年的这个 所谓这个很严重的那个 指的前一波指的是 在这个房地合一税 那一次 1.0要上路的时候 那一波大概修正了大概10% 但是他短期修正就又上去了 对大概修正了两年左右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如果按照刚刚我们的推论啊 预售屋的要交屋的买方 他应该要能够见好就收的情况下 我就是短期内啊 从预售屋的价格先来松动 意思是说干脆把它卖掉吗 先卖啊 你先卖先跑 你与其到最后交屋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交屋 因为现在碰到预售屋交屋的 他现在一定要交屋才能卖啊 可是他现在房地合一税 如果那么一交屋就卖 他那科室也是很重的 那科40几%不是吗 45% 如果说他有赚的话啦 我记得说先跑先赢啊 先跑会赢吗 因为课完税 课完中介费 还有Lily Coco的费用 再加上这段时间 他的有的没有的支出 真的会赢吗 我在想要科到45% 小赚为赢啊 因为我们也看到 最近有公布了一个数字嘛 就是房地合一税 今年来课了也是400多亿 这个很多啊 很多啊 那大部分的人就是说 觉得反正我有赚钱嘛 那即使你科45% 35% 他们觉得说反正政府分一半 我也有一半啊 对不对 如果他的涨幅很大 比如说他如果说买了一个 1000万的房子 到他还没有交屋之前 他就把它卖掉 这个房子涨了400万 那他也是一大笔钱 你再分一半给政府45% 那你还是有55% 等于再还是有200多万啊 他现在有一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交屋钱可以卖吗 可以啊 可以卖啊 只是他那个科税很高 对啊 对啊 OK好 所以我们回来讲 所以到底房价会不会松动呢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意思是 卖方应该会开始考虑让利了 对没错 开始会有卖方让利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数字显示 已经有些地区的卖方 特别是最近涨很多的 或者几年涨很多的 他们已经愿意降价了 目前倒是还没有听到这样子 因为时间毕竟还是很短 我们常讲的那句话嘛 量先价而行 那量某种程度要萎缩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价格才会 才会满明显的会有反应出来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一波的洋行洋金融从财 他也是在记者会上面 说要给这些投资投机客一个教训 修理投机客 可是如果说房价没有下来 我觉得他的目的没有办法达到 那就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够达到 这个让房价修正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没有的话 现在也有一些投资客在那边喊话说 搞不好还会有第八波第九波 据说第八波 你知道外面传说第八波的时间是在12月 因为12月还有一个 那个选择性 那个理件事会议嘛 他所以他可以再去决定说 要不要再加更重 所以如果这些屋主还是坚守价格 不愿松动的话 那洋行不排除又会再修理 一定会的 这个洋行本来他就手上有这些工具 那业民会下重手这样子而已 后续的后座力会如何 我们还是持续要来做观察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谢谢您的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